即使有这些配备 说真的 刚刚才才也有讲了 它配备了这么多的东西 但是呢 其实真的还有一些漏网之余 包括那些很细小的毛发 它还是会卡在一些缝隙处 或者是呢 有这个宠物上车的痕迹 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 那我们要问一下小叶 我们怎么样呢 能够去除掉这些所谓的猫咪啊 或者是狗狗的痕迹啊 甚至于这些毛发呢 好 其实这些毛宝贝或是毛小孩 对我们来说 其实都是像我们的家人 对 它做了任何行为 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容忍它 可是对有一些爱车来说 真的是你很难取得一个平衡 抓了一下刮了一下 我心还是会痛啊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要怎样让这些毛宝贝呢 在我们车上的痕迹 尽量降到最低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 他们身上的毛发 尽量拔剃毛 吃掉了 可是它换毛的时候 再剃也都没用 而且最近有个研究是说 他们的皮肤其实也不适合替代短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需要毛发的保护 所以我以前是这么做 第一个是我会放那种 就是黏毛的滚筒 因为除了他们 我们把他们的毛发 在车上黏起来之外 我们主人的时候身上 也会有黏很多毛发 像我以前我们家猫咪是白色 我出门只要穿那个黑色 就是一个惨剧 对 那以后你都买白鸡血肉了 所以你随便带一个滚筒 其实下车是一个很方便的事 再来就是说 如果有时候那种滚筒 你携带 毕竟它沾的会有线 它是那种抛弃式的 就换成吸尘器 因为现在很多那种免持的吸尘器 其实相当的进步 家里可以用 你把前面那个吸头换了一下 车内也可以用 而且现在电量又足够 所以其实是相当方便的 再来另外一个是 就是他们的爪子 虽然说有时候你会固定帮它修剪 但是他们有时候一伸出来 不管是对你的外观也好 对你的内装也好 其实都还是会一定程度的伤害 尤其这种大型的狗狗 没错 我不是在说你 而且他们力量又比较够 对 所以他们如果 对外面的车身板件 造成一些伤害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评估一下 是如果你发现你用指甲 去抓它那个刮痕 去磨 去感觉 如果它已经开始 让你的指甲有感受 会凹下去的话 说真的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用烤漆来补救 因为它已经可能会伤到精油层 那这个状态可能就需要局部烤漆 但是如果只是眼睛肉眼 看到那种花花干 但是你去摸它 其实没有凹下去的这种刮痕的话 其实基本上的蜡 其实可以帮它处理掉 那如果你想要一劳永逸的话 很简单 你就是上 就是叫包膜嘛 对不对 你包膜上去的话 其实它伤害就是你的膜 而不是你的烤漆 对 对不对 它很任何 所以它过去了 它觉得我讲的还蛮正确 再来就是车内的部分 其实现在又有一个很聪明的事 我们都知道 现在车内很多都配备皮膩 那如果它对你的皮膩造成伤害 只要它不要刮破 或者是它不要让你刮到 看到里面的海绵层的话 其实都可以做局部修复 而且现在局部修复已经不是到换皮 它只要用一种喷漆 水性的溶剂 加于喷漆的话 其实恢复的状况都很快 而且一天内就可以好 所以不只价格低 修复方式快 对于很多爱车来说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国外他们也有推荐一些 非常适合毛小孩的用车的车款 可是在达人们心中 在台湾的话 他们认为最适合带着宠物出游的 这个毛小孩的车款 到底有哪一些呢 像黄总 是 你有这么多的毛宝贝 是 那你到底会推荐哪一个车款 我推荐BMW X3 因为这台车 现在如果我们不要讲新车 你要找中古车 已经有很好的价钱出现了 那相对来讲 X3我买到的车里面 我就发现它有一个很贴心的配备 就是它在行李箱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隔绝网 非常粗壮的隔绝网 就算像刚刚那么大只的狗 它冲撞也不会越过去 它可以在椅子束好的时候 它留下这样的空间 如果你把它放在行李箱 我们随时也可以关切它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空调也可以就位 另外一个就是 你就算椅背倒下来 你要装很多只毛宝贝 也可以利用那隔绝网 从头到尾把它隔绝起来 也就是说这样的设计 对我们在使用休旅车的时候 它的方便性是 别人无法抵挡的 而且它好像看起来都是标准配备 因为我买到的车都有这些配备 对 这是我很推荐的一台车 那除了黄总之外呢 那个乃哥 你觉得 其实知道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养大型犬 那你不管怎么样的保护 多少毛发跟抓伤一定会有 最好的方法就是隔绝 因为它大嘛 你坐在车内其实很难 所以我觉得像皮卡 像Rangel 尤其最近它不是有推那个 第一它有推一个宠物安全弹 第二个是它有一个美式高顶的车厢 如果你封起来的话 其实它的货斗就是一个 你不怕它刮 甚至它那边上厕所弄脏了 你都不用担心 用水冲一冲就好了 对 用水冲一冲就好了 但是有一个特别要注意 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就买了 它就要改一个东西叫冷气系统 因为它的后车厢是货斗 没有冷气 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要 因为你说下车的时候一定带下来 可是上车的时候 你也不用担心它跑出去 但是担心的是它的温度的问题 所以你可能要做一个冷气 看如何导到后车厢的货斗的部分 其实除了抓伤之外的话 还有刚刚我有看到 彩彩有很多的周边产品 不管推测什么的话 那你需要的空间肯定是要大的 所以以皮卡来说的话 那这个空间绝对 不管你是养渡兵 还是古代牧羊犬 这些空间都绝对足够 不过这个停车就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你在都市来说 而且彩彩它希望说 稍微小一点点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停车问题的话 我觉得Ranger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志心你呢 你现在是用IS在你们家的 对 但因为其实它小嘛 而且它其实蛮怪 就是坐在副甲也不会乱跑 我觉得如果是像彩彩那样 有可能两只狗以上 或者是大型的话 我觉得Sienta真的很棒 我也愿投 对 它首先就是 刚刚讲的 它其实尺码没有很大 所以停车什么也还OK 那它MPV的一个身形呢 其实门槛很低 所以上下车 你不用抱它 对 我觉得其实像 像那个Bubble应该是直接跳就可以上去 对 就不会太大的一个落差 而且它还有侧滑门 如果在比较小的那种 像弄或停车场啊 其实上下车很方便 再来呢就是它的 不管是椅垫啦地毯 它很低而且很平坦 不管你是要架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道具 或者是呢 因为它是皮椅 所以有些虫子这种毛发 其实比较好清理 但它的皮椅又不是 什么Napa什么真皮 它就是一般的皮椅嘛 所以如果有一些 一些刮痕什么的 其实你心里其实不会那么痛 那整体来说空间又大 变化技能又多 不管你是要 后座有载人没载人 还是就存载狗 我觉得它的多样性 会是这种这个 蚕食官必备车款的这个首选 嗯的确不错 而且它也是计言车小黄的最爱嘛 所以表示它的空间 运用上面一定要够好啊 那小燕你会推荐的车款式 OK如果说 其实我觉得上面三台车 讲的都很有它的道理 可是如果说你的用车空间 真的比较小 或者是你停车空间 也没这么大 喜欢在都市中穿梭的话 我觉得Fit这台车 是一个蛮好的推荐 是因为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小燕我想要小车 但我也想要大空间 其实我第一个想到都是Fit 因为呢 第一个它是用车顶 拉高的方式 把MPV的概念 融入到小车 以外它有个很重要 它有个座椅的设计 叫做Ultra Seat 就是它的座椅变化 是远比其他同级车来的丰富 它除了它的前座椅背 可以打倒 变成放长裙的东西以外 它的后座椅背可以打倒 相信大家都有 但是它很厉害的是 它的后座椅面 可以往上线 当然往上线的时候 像Bubble这么大的狗 它其实也可以在里面 很轻松的活动 而且它还不会踩坏你的椅子 因为你的椅子已经翻起来了 对对对对 而且你也不用怕你的椅子被弄坏了 那你的毛 它也是弄到你的车身底板而已 也不会弄坏你的椅子 所以这方面来说 小车是它是独有的配备 所以我觉得 你想要小车 又要想要载宠物的话 Fit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推荐 我其实也蛮投Fit一票的 因为我其实之前在节目中 有分享过 我当初跟我的经纪人 两个人一起共同 就是他也买他一台Fit 我也买了一台Fit 可是他把他的Fit 改成皮椅 就是因为要在他家的黄金猎犬 因为体型又大 可是他就说 因为皮椅也比较好清理 所以他把原本的那部制部的配备 他换成了皮椅 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我们要来帮大家问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有毛小孩的车主来说 你以后你要脱手的时候 这个二手车架 会不会因为毛小孩的关系 而让你的二手残职表现得很差呢 黄总 那要看所谓的车主 怎么善待这部车 我以为说那看你养什么狗 或者是养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我们也买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车 因为一看你就知道 第一个进去气味不同 第二个视觉不同 因为它有很多的白色的毛 黄色的毛 或是金色的毛 这会看得到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抓痕咬痕 这个也难免 你再怎么小心都会注意到这个 那所以一般来讲应该这么说 如果说它没有很严重的尿液的问题 因为有些真的有尿液 你一进去就闻到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包括地毯都要拆洗 这是一笔费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抓痕咬痕 如果是在一些事板上面 它可能要折损 那所以原则上像这样的车 如果到这个程度 我大概会减5%的车价来买 也就是说如果是100万 我会减它个5万 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另外如果说我刚刚讲 你照顾得很好 也没有任何异状 其实一个宠物用车 跟不是宠物用车有什么差别 对 其实结果